订阅傑斯频道 Like和Share我们的影片 集结力量 为自由攀手守护镇上 上一个星期我都拍少了很多影片 出少了很多影片 有些私友或者朋友 都发出短信给我问我 做什么?有什么事? 有什么好玩?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 上一个星期我终于要见一见心理医生 先多谢我这位心理医生 帮我做诊断的心理医生 因为他今天也是离散的香港人 他特意在英国飞过来加拿大探望我 帮我做了两次治疗 这只是刚刚开始 我未来都会 都会 由他陪着我 一起去 治疗我的一些 创伤后遗症 我先要多谢他 他和我一样都是一位离散的香港人 亦都是在19年 运动之后 他都一直很关心着我在育中的近况 的情况 所以我都当了他是我的一位家人 亦都是我主内的弟兄姊妹 我们有考核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common friend 所以很特别 很多谢他 亦都很感谢主 我觉得这个是主为我的一个安排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 我初次接触的这些心理治疗 其实我 有好一段时间 自从 年龄前访学之后 我都经常其实就会 我比较多是发恶梦的 那么就 我可以发很多很多的梦 有时这些梦其实都未必一定是 恶梦来的 可能是 一些美梦来的 因为我会经常都会发梦 见回 在育中的人 这样 那么就 一直我都 因为这些梦 其实就会令到我的睡眠很差 或者还有就是 我会经常 有一些失控 那样 情绪的失控 那所以呢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己可以克服他的 我是一个挺畏直的医的人 其他都是这样的 我有疹病都不是很看医生的 那所以 这次为什么会接受治疗呢 因为朋友的诚意 就特意飞到过来加拿大 所以 所以我都没什么办法去拒绝 那 亦都想试一下体验一下 上一个星期其实 其实做了两次的治疗呢 对我来说其实是挺辛苦的 因为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 要我记回你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 用一些方法去记回你 对以往这三年以来所经历过的一些东西 很好笑的 我跟我这位 朋友 医生朋友 就说 我说 你千万 我说 我不希望做完治疗之后 就 所有东西都忘记了他 或者 如果你的治疗是要我忘记了所有东西 我就 我就不是很想去做 那我这位 医生朋友 Promise 过我 他说 放心 师叔 我不是要你忘记了所有的东西 你一定会记住 不过那个方法是不同了 他说那个方法就是 或者目标就是 要你记住这些东西的时候 记回你这些经历的时候 你会 好像得淡笑那样 很轻描淡舌 这个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我这几年 特别是对着一些年轻人 有时见到他们不开心 因为种种的事不开心 我最近 我最近有位手足 就 一对手足分手 亦都是 一位男手足 他现在都 很伤 接着我就写到他说 我说 他只是女儿 但你以为没有 不要那么悲伤 我们也有点担心他的情况 但我经常都跟他说 我看回来 这些东西就好像得淡笑 但会说人 又不一定会说自己 医生也有时能 医不治医 都是这个道理 所以 去回来自己的时候 这位医生朋友跟我说 最终的目标是要我 看回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好像得淡笑那样 我觉得 挺有意思的 这个是我人生里面的经历 我相信是可以做得到的 他举了个例子 他都知道我的经历 他说 好像你以前 二十多岁的经历 也有起有跌 你当跌的时候 你今天看回来 就算生意失败 就算破产 什么都好 人生回来 很多东西都是得淡笑 我说 是的 这个都是我相信的东西 但是 问题只是一件事 你要我看回 对上三年的东西 我暂时 不是很觉得得淡笑 我觉得 这次 是有点难度的 因为 如果跟我以往 人生的起跌 去比 很多跌的东西都是我自己一个人 所以我想 是容易点 去 放下 或者是 容易点 去看回来 得淡笑 但是 这三年的经历 不止我一个人 还有很多 手足 还有很多 今天还有很多 在狱中 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曾经一起 去经历过一些事情 你要我今天 看回这些东西 看回这些东西 得淡笑 行不行 我还是有这样的疑问 但是 我当然要信专业的意见 所以 这次 起码 到目前为止 我只是上了两次的治疗 我会继续 然后我会继续 就看看我们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 看看需要用多少的时间 我才会 真的可以看回这三年的东西 一笑自知 得淡笑 这样 那做了治疗之后 为什么会拍不到 视频呢 就 我上个星期 就做了两次的治疗 每次 大概 三个小时 都很厉害 其实都很厉害 而且很厉害 很厉害 因为在整整三个小时 我几乎要想回 很多 不开心的东西 特别是 我以前在育中也说过 我最不能打败的就是思念 我这次要面对很多思念的问题 所以在做的过程里面 在做治疗的过程里面 其实都 情绪 是很不稳定 起伏得很厉害 我以为 做完之后没有什么事 但是做完之后 其实就 都会有少少好似后遗症 但其实我这位医生朋友都提了我 他说可能头两三次 其实你都会 很辛苦的 要做定心理准备 这样 这样 我发觉我做完之后 我没有办法 一个人 就像现在这样 坐在一间房里 或者对着 攝影机 然后在拍摄 或者我直接 集中不了去想 当我一想 我又会想起 那些不开心的东西 那人的情绪 又会有影响 所以我过往的几天 就很特别 我过往几天就不肯黏着那些人 OK 总之 见人就黏着他 我发觉 人多 我就可以 sidetrack 所以 我这几天就 大家不用担心 我不是躲在那里 又在那里哭餐饱 不断地 找一些很开心的东西 我就不断地找一些人 就黏着 这里又黏着 那里又黏着 那里又黏着 我很想找一些东西去sidetrack 当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又在那里逃避 我就用了两种东西 第一就是我瘋狂的看书 这 即是 即是睡不到的 有一晚就差不多 去到天亮都睡不到的 我一直都在那里看书 挺好的 我看了很多书 另外 都不错的 还有就是因为 这期就很多体育的 盛事 刚刚今早 星期日早上 我这边 看完我对 史波 曼联 OK 对着对英甲的 高云地利 都打到12码 赢了三球 都可以输回三球 我觉得 挺好的 让我发泄一下 吻一大餐 然后 今年我又可以同步 在同一个时区 去看NBA 刚刚开始了的 季后赛 还有 幸好我们温哥华多 盛事 还有 我们对冰上曲棍球 CANNUX 亦都 很不容易地 打入季后赛 史丹利贝 Stanley Cup 季后赛 我觉得今年 我们对 CANNUX 是有机会的 虽然真的 没拿过Stanley Cup 但是今年有机会 因为我来了 为什么 我也是来自Stanley的 我在赤柱监狱 现在看Stanley Cup 所以 我觉得我是老例的 所以很多体育节目 也帮到我 体育直播 帮我 我可以 不断地 在地 Distract 我的人 所以这几天我没有事 其实 尽量去找一些开心事去做 潜意识 什么都不想做 所以就只剩下了三四天 所以现在才开始 拍片 不用大家 这么担心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我这个治疗 都会 继续会 做下去 虽然 虽然 就不像 头一两次 会 face to face 但是 我们都会 我和这位医生的朋友 都会 可能是 网上去做 或者是 用视像去做 甚至 之后才会再考虑 我会交给他 都有 想过 会不会在 Wangcoufer local 去找 心理医生 给我 治疗之类 我觉得 交给他 我都 头一两次 其实我都做了一些 assessment 的 assessment 就是 测试一下 我有没有 創傷後遺症 PTSD 或者 就是 还有没有 我最想知道 就是 我有没有抑鬱症 我就 我就很有信心 我是没有的 OK 因为 我之前好像都跟 大家有说过 我自己的 有限的认知 因为我真的 不懂的 这些 我觉得 抑鬱症应该 是会有想死的 但是我 一直以来 就算 这么艰难 都好 我从来都没有 轻生的意念 所以我觉得 我应该是 没有这个 抑鬱症 但是事后 做完之后 就 初步的 assessment 就是 我是有 PTSD 有创伤后遺症 就像那些 看月战片 美国的月战片 看很多 联络者 那些 军人打完仗 回来 很多都会有 创伤后遺症 我也有 这个 我预讯了 所以 就会 去医治 DEPRESS 医生朋友都跟我说 做完他的assessment 之后 我还是挺踩踩踩的 这样都行 我还跟他说笑 我说不是呀 DEPRESS 那些人 没什么胃口 但我不是呀 我仍然很大食 很胃食 他说不是呀 你错了 有些人有瘦症 有些人 是暴食 所以就不要看笑 所以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除了 让大家不要那么担心之外 不要那么担心私宿之外 还有 其实 我又觉得 不要学我这样 OK 不要学我 就 畏疾技衣 今天 香港人有很多都是 不开心的多 是的 那些不开心 有时候你整个错觉就是 因为李家超未死 你便不开心 有时不是呀 大哥 不关李家超事 或者不关邓炳强事 那些不开心 慢慢 继续继续继续 其实 DEPRESS 幽屈症 或者 未必个个人有 创伤后遗症 但是那些幽屈症 其实那些抑郁 就是 很多 很多 不是 很多 很小微的不开心 不开心 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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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删大斩 有柴 那你继续继续续 就很多 不开心 就会令到你自己 是会 有DEPRESS 那 不要小看他 很多时候 抑郁症 你不看医生 真的不知道 甚至你可能会令到你身边的人 觉得你很烦 然后慢慢 疏远你 然后你会越来越 更加 DEPRESS 因为你身边的人 都不懂 大家都 不是很多人 认识 所以我觉得 有机会 如果有点 觉得自己有点跟以前不妥 没有以前 跟以前比 可能已经有点不妥了 我觉得 需要找个医生 起码做一点评估 做一点测试 知道自己 不是真的有 有就要开始去医 那 我就未严重 暂时 暂时未去到要吃药的 我也挺抗拒吃药的 希望可以不用 希望可以用 我这位医生朋友的方法 去帮一下我手 所以 不过 我头一两次真的挺辛苦的 要我想起很多事情 但是 原来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来的 还有 我要拒绝忘记 所以 辛苦一点也要 我不是要 把脑子里面 有些 某一些 不开心的经历 刪除了 这个 我办不到 所以 我要找一个方法出来 我怎样去记住这些东西 又不会影响到我的心情 现在就是我目前正在做的事 我会继续努力的 大家继续 一切并肩而行 给多些鼓励的说话 或者帮我祈祷 今天我们一起 互相勉励 是很重要的 还有 我值得再衷心 多谢 这位医生朋友 再一次告诉我 在香港人 之间 其实仍然是 人间有情 所以 真的很感恩 很感谢上主为我 作的一切的安排 继续 好像 这几年都是 都是一样 他真的很疼我 派了很多很多的天使来守护我 这次再一次 亦都是 相当之感恩 希望我不会辜负 这位医生朋友的 辛苦 很辛苦的游说 很厉害 其实你真是 你可以说服到 司叔 和你去做这个治疗 因为司叔 他都知道 司叔是一个 很stubborn的人 Anyway 我跪下 OK 因为我知道 你是主派来的 多谢你 希望我可以 不要辜负你 大家一起努力 看我